早晨,大家好,歡迎收看信網早市有計 我們今天請來藤其基金投資管理董事沈慶雄Patrick 跟我們分析大事走勢Patrick,你好 你好,早晨 美國上個星期就業數據差過市場預期 舒緩市場對聯儲局的退市憂慮 恒指今朝高開,曾經升過200點 內地亦剛公佈了8月份的CPI,符合市場預期 Patrick,恒指上星期的升幅達到4% 升勢強勁 今個星期有沒有機會繼續走勢呢? 市計說,今朝仍然維持著強勢 從技術面去看,去到這些水平 亦要開始留意會不會有阻力 因為技術上去看,去到22800至23000這些位置 其實市開始,我相信會有一定的阻力會見到的 以及這個星期開始,亦要留意外圍一些因素 仍然有機會影響著我們 譬如說,看回美國國會 香港時間今晚就復會了 現在大家都在關注敘利亞的問題 市場在估計,應該是去到星期三晚的時間 香港時間,應該會知道國會的結果是怎樣的 如果真是國會是授權,奧巴馬那邊是出兵的話 我想可能最快去到星期四、星期五左右 就有機會空襲敘利亞的情況出現 變成真的這樣的情況發生的時間 究竟市場上會不會有些震盪呢? 這也是要小心的 因為始終當地的局勢其實不是很明朗 尤其是整個情況可能牽涉到很多不同的國家 所以變成我想,這個星期開始 尤其是去到星期的中後段 市況有可能波動性會稍為加劇一點 所以剛才提到,去到22,800至23,000左右 有機會有這個阻力 去到星期的中後段 如果局勢真的發展得令大家有點擔心的話 可能市場就開始有些調整 而初步的支持位,看下去 應該就去到大約是22,300的水平 內地的出口數據表現好過預期 波羅的海乾散貨指數亦都持續上升 航運股其實已經升了一段時間 航運股的升勢可不可以繼續? 短期來說,航運股有機會可能跟著市 跟著數據會做好一點 因為始終來講,我們見到出口數據 連續好幾個月都好轉了 市場都估計應該將來上升的情況 還有機會是維持多幾個月的 現在這方面對航運股有個幫助 而我們見到,其實都外圍很多國家的經濟 都有個轉好情況 這個對於中國的出口來說也都有個幫助 加上我們見到,譬如說內地方面 近期大家都講到很熱門的一個話題 就是指貿區的成立 其實指貿區的出現 亦都可能會對一些航運業 或者出口業方面來講 都有個正面幫助 我想短期來說 這些股份是有機會會炒高一點 尤其事實上,我們見到 其實個別A股方面的表現 其實比H股是更加好的 所以不排除H股這邊 接下來的航運股 有可能會追回A股上升期的升幅 所以短期這類股份 應該是會做得比較好的 環球經濟表現的有轉好的勢頭 資源股比較貼近經濟週期 怎樣看這類股份的表現 同樣,短期來說 相信這類股份也有機會 藉著數據出來比較好 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尤其是我們見到 美國、歐洲、日本 甚至中國的數據出來 普遍都有一個經濟好轉的情況 雖然暫時來說 你是否確定經濟持續好轉 暫時可能還要看一兩個月的數據 不過起碼數據出來漂亮之後 我相信對板塊來說一定有幫助 不過要留意一件事 始終很多資源股 資源行業裏面 都是有一個產能過剩的問題 所以變成選資源股的時間 都要留意他們從事的行業 有沒有產能過剩的問題 如果有的話 這類股份 我相信上升會相對上短暫 所以選擇的時間 應該是選擇一些 產能過剩問題沒那麼嚴重 甚至乎沒有這類問題的資源股 相信表現會跑贏其他股份 Patrick,今天有沒有股份 可以推介給投資者呢? 今天想說中海油田服務2883 選擇它的原因是看公司方面 之前買了三台的轉油平台回來 買了一些轉油平台回來 相信長遠的計算 可以幫公司帶來更多利潤 同時間來說 剛才提到它也是屬於 符合現在的自貿區概念 或者是海洋工程概念的股份 加上近期的電源政治問題 影響了油價 令油價比較高企 亦會加速油企 去開採石油的意欲 這方面對於中海油伏來說 生意也有機會因此而增加 我們追求大約19元左右 這個水平做回吸納 看看21元做目標位 指洩方面放回17元 Patrick,有沒有持有上述的股份? 沒有 今早很感謝Patrick的分析 早時有解,明早再和大家見面